这次一辆研究了F16战斗机座船后 才进行车顶结构和内式设计的跑车 3G F1总冠军车程船的对它进行试驾 它就是NSX 在腾文字体动漫里 高潮喜借参谋战的终极BOSS就是它 可以说它是腾文字体比赛里 性能最强的原厂车辆 NSX是本田在1990年 自2005年制作的一款跑车 是首辆采用F1设计理念打造的超跑 比法拉利F50 麦克林F1还要早一些 该车采用了大量本田在F1赛场上的技术 用它跟头文字体的其他车比赛 相当于是犯规了 当初本田造这辆车 是希望日本也能有与德国和意大利媲美的超跑 所以NSX又被称作斗应法的力 车辆研发出来后 为了能有更好的调教 本田邀请了车存赛纳 在零度G1比赛中对齐试驾 赛纳根据多年的驾驶经验 对该车提出了不少独特的感情建议 后来本田也曾将两辆NSX增给了它 如果你觉得NSX不够帅 那么看看它的衍生板 NSXR GT 该车只现在生产的无量 GT版下面有其他版本 车顶多了一个夸张的进气口 整着的空气动力学更具轻略性 该车承受下时尚最后的日本车记录 高达5000万日元